將象徵陽光 溫暖和守護的向日葵獻給師長 感謝一路來的教導與栽培 選在教師節前夕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舉辦新書發表會 裡頭記錄的是31位學生的成長故事 上市林口高中的楊于賢 去年獲得全國音樂比賽柳琴獨奏第一名 將數時鐘資訊科的吳宗翰 與同學組隊 拿下全國青少年科技創作競賽冠軍 成為在地就學職業試探典範 國中時不想上學的張恩祺 在市長鼓勵與學歷UP計畫支持下 國中會考成績大要進 有的科目甚至達到金屬級的A 還有熱愛有勇的吳宇恩 連續兩年在全中運 勇奪三面金牌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新北在各項教育表現調查結果接連獲得許多第一名 也有許多全國首創的教育施政成果 從去年開始是五十多年來第一次成為全國教育經費最高的縣市 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預算 教育的預算就超過六百三十億 其實明年會編到六百八十億 各局處裡面 金有最多的 而且是比第二的社會局還要多一倍 重視教育 新北市編列大筆經費要以品德教育為基礎 結合市信發展目標 推動技職和生涯發展教育 為台灣在各領域培育更多的優秀人才 華視新聞即剛 陳文棠 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